受非洲猪瘟疫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现在中国大陆的猪肉价格可以说是一路飙升 10月30日山东省德州市的市场和超市里 精瘦肉的价格每公斤已经突破了70元打关 五花肉已经达到了每公斤80元以上 听着价格都感觉手抖啊 对于猪肉价格的走势 有人预计猪肉价格很可能会突破每公斤100元 这应该可以算是天价猪肉了吧 因为猪肉价格的飙涨也引发了不少问题 微信公众号张家界本地网展示了一个官方文件 湖南张家界市永定区发展和改革局已经在10月24日批复 因应物价可能持续上涨 学校伙食费账目出现明显减少 同意上调区域学校伙食费标准 此外网上也流传了上海新郊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0月30日发给学校和家长的通知书 表示猪肉价格三个月内涨了120% 金鸭等食品也涨了60% 为确保广大师生午餐的质量和食品安全 公司即日起暂停供应午餐中的水果和酸奶 不过中央官员对于猪肉价格冲击学校午餐的回应 仍相当的保守 根据中新网的报道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副司长马如林 10月29日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各个学校已有教育部门能够按照营养健康管理的要求 及时对预期结构进行调配 话虽然是这么说了 另外还有一些乱象出现 彭博新闻报道 贵州江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 10月29日印发了江口县关于猪肉保供稳价告结书 直接要求市场商户 白条肉每金必须在20元以内 五花肉每金必须在25元以内 此举引发很多批评 说它违反了价格法 江口县政府抵不住舆论的压力 隔天就表示重新告示法规书 并且立即整改 在如此紧张的吃肉男问题来临之际 网友们也不忘自愈一番脑洞打开 比如说新的炫富方式已经亮相了 买肉也可以支持按揭吗 报纸更是头半头条的告诫大家 猪肉还是少吃为好 另外再来看看国际形势 金融时报引述各大分析师的话表示 最近几个月大家都看到了 猪肉价格在真正的上涨 而且这种上涨可能持续到2020年 欧洲和南美很多人都对于这样的肉价上涨感到沮丧 而且分析师也表示 为了供应中国市场 世界各国的养殖户都在努力的增加产能 但是还是感觉是滞后的 当然了我们都可以理解 面对中国大陆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 不滞后那真是太难了 另外还有专家预测 2020年中国猪肉产量将下降54% 会导致全球肉类蛋白供给缺口将近1800万吨 也有分析指出 如果美国提高产能 很可能会有助于缓解中国 乃至全世界面临的总体供给问题 看样子这关系全球人吃肉难的问题 是非常令人头痛的 结束了 好